大家好,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,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澳大利亚故事,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,澳洲在1950年发现粉红糊,真的粉嫩嫩 那么,小六子,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澳洲在1950年发现粉红糊,真的粉嫩嫩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,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自然奇观,澳洲的粉红糊 想象一下,你在1950年代的澳洲,一个被羊毛和黄金热潮席卷的年代 突然间,你听说在某个偏远的角落,有一片湖水竟然是粉红色的 这不是开玩笑,也不是某个画家在画布上的奇思妙想,而是大自然的一次奇妙彩妆秀 粉红糊,或者更学术一点叫做Helophilicalgy,是由于某些炎爱好性藻类核或细菌的存在而呈现出粉红色 这些微生物中含有一种叫做β胡萝卜素的天然色素 它不仅仅让胡萝卜看起来很沉,还让这些湖泊看起来像是地球上的一块泡泡糖 当然,当时的澳洲人可能会有点困惑,毕竟他们习惯了袋鼠和沙漠,而不是粉红色的湖泊 但这种现象在科学家眼中却是一个研究的宝藏 他们可能会戴上墨镜,以防被这耀眼的粉红色弄下了眼睛 然后开始研究这些微生物是如何在如此高颜度的环境中生存的 这个发现不仅仅是一个颜色上的器官,它还告诉我们生命是多么的顽强和多样 这些粉红湖的微生物能够在极端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这对于寻找地球以外的生命形式来说,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参考点 谁知道呢,也许在火星上的某个角落,也有一片粉红色的湖泊,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所以,下次当你想到1950年代的澳洲,除了想到摇滚月和澳洲人在海滩上晒太阳,也别忘了这个粉嫩嫩的自然器官 它不仅仅是一个颜色上的乐趣,更是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且,谁不喜欢一个好故事呢? 尤其是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粉红色的湖泊 在本期节目中,我们一起探索了澳洲的粉红湖,这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器官 粉红湖的颜色是由一种叫做Helophilic algae的微生物所造成的 这些微生物中含有一种叫做Beta,胡萝卜素的天然色素,让湖水呈现出粉红色 这个发现不仅令人难以置信,更让我们对生命的多样性和适应能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科学家们对这些微生物是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进行了研究 这对于寻找地球以外的生命形式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或许,就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,还存在着其他奇妙的颜色和形状的湖泊等待着我们的探索 在1950年代的澳洲,粉红湖的发现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惊喜 除了袋鼠和沙漠,他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色彩斑斓的奇观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历史,更是一次关于生命和科学的冒险 所以,下次当你想到澳洲的1950年代时,除了想到摇滚月和海滩上的阳光 也请记得这个粉嫩嫩的自然奇观 它不仅仅是一种颜色上的乐趣,更是我们对生命的奇妙探索 那么,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? 请在下方留言,与我们一起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撰、设计、制作 但是,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,给我们节目点赞